好啊 走 别去哪啊 我帮着我去上海 哇 好神不尽 哈喽 哈喽 什么地方是这样 我刚讲的一样 一样了 我们两个在一起 不跟这些 好啊 那上海去哪我去 这边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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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姜思涵 你可以的 思涵 你干嘛呢 思涵 别看了 来跟我们一起玩吧 我刚听李沐说 他和班长一起出国留学去了 这画面郎才女貌 我之前一直以为班长喜欢你呢 没有啊 我们就是好朋友 我都不知道他要出国了 是吗 你们俩这是什么情况啊 张元刚跟我告白了 恭喜啊 思涵 这都送给你 希望你早日遇见爱情 谁 谢谢 走了 走了 思涵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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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喜欢的人 也刚好喜欢你 写了情书 告白 也有什么 到头来都是我自作多情罢了 班长 听说 我还是想要告诉你 曾经有一个人像我这样 这么这么的喜欢过你 把你当作他前进的动力 不好意思 你真的认错人吗 我真的很喜欢你 海盐与玫瑰 仿佛宿命会相遇的一对恋人 默契地不去过问彼此的过往 却可以轻易地将彼此照亮 要知道 只要遇见就很好了 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是会吃的小芋头 今天呢 小芋头找到了一款 让我有冲动的甜品 来自本市第一的网红甜品店 瘦的甜品 共生 我叫江思涵 是一个刚刚在美食界 冉冉升起的新星 梦想呢 是成为美食博主中 天花板的存在 虽然在追逐梦想的路上 我才刚刚起步 但我有信心 我一定可以的 瘦的甜品 果然名不虚传 成木 我倒是要来会会 好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本月城市热门打卡网红店 榜单已经出炉了 让我们恭喜有美景 有美男 有美食的 瘦甜品店 继续蝉联本月的冠军 那截至本月 瘦甜品店在本市 已经蝉联一年的 榜单冠军了 最受欢迎的热销甜品 依然是月下姑娘 那到底这款甜品 有什么魅力 月下姑娘又究竟是谁呢 真的很让人好奇 是那个私物甜品店吗 你看吧 就这地方 还真是啊 共生 月下姑娘 月下姑娘 这是我们店的爆款 卖得特别好 很多网红都安利过 限量供应 今天就剩下这最后一个了 就这个吧 好的 你们这儿谁是丑木啊 老大 您看什么呢 没什么 请问 您找我们老大有什么事吗 没事 月下姑娘 一会儿帮我 好的 谢谢 你东西都放错了 别扔了 要不送给我吧 谢谢 谢谢老大 晚饭有着了 这 也太好吃了吧 这个可一定得安利一下 月下姑娘 玫瑰花 酒香 淡淡的海盐味道 仿佛置身于一个浪漫的海边 回味有微微苦涩 让人感觉到莫名的悲伤笼罩 但瞬间又和整体味道融合 甜而不腻 苦而不伤 让人有种绝处逢生的喜悦 写得不错 吃吧 我说的对吗 好 您好 我叫江四涵 是一名美食博主 您这个月下姑娘里边 除了酒香 玫瑰花的味道 还有一点海盐的味道之外 还加了什么东西吗 所以 是一点都不记得我 你来 就是为了问我这个 嗯 原来你并不认识我 我建议你先了解清楚 然后再来找我 有这么好的脸蛋有什么用啊 做什么有温柔的性格 老大 看啥呢 嗯 没事 这么入迷啊 啊 这每次下班都是你收尾 今天不还有客人在吗 要不 我们加个班 嗯 真想加班啊 嗯 嗯 嗯 我们先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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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走了啊 明天见 不好意思啊 本店要闭店了 你平时都这么晚下班吗 嗯 要不聊会儿 美食播主 只是想聊一下约小姑娘 嗯 本店不接受采访 早点回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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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木舟 我喜欢你 在我的世界里 山是山 海是海 花就是花 但唯独你 看见你 比任何时候还要欢喜 起起乖乖乖的高白 希望他能够给你带来好运 嗯 难道你真的把我忘记了吗 你调查的怎么样了 这个橙木做甜品还是很厉害的 我对她的甜品非常有灵感 但是她一直不肯跟我聊月下姑娘 不然我肯定能写出来了 拜托 我是让你去调查人 不是去写吃的 我明天就给你去调查好不好 对了 芮芮呢 我要看看我们可爱的芮芮 来治疗一下我手上的心灵 小姨 我好想你 芮芮 小姨也想你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我们芮芮长高了没有啊 是的 芮芮乖啊 妈妈呢 先跟小姨说事情 你先去自己玩一会儿好吗 好 小姨再见 姜思函 你要再拖下去 这个月的房租你就白白吧 对了 你偷偷辞职去做了博主的事情 爸妈还不知道的吧 好姐姐 不就是调查成木吗 我现在马上就查 这么久不联系我 你一联系我 你也不告诉我原因 就让我调查这么难搞的人 等我这边处理好了 我一定告诉你啊 好妹妹 我让你收下来 我爱情 我不要 为什么 不 我 你站住 站住 你看王娜 我跟刚才那个人认识 我给他送点东西 你看 我送完马上就出来 不让进 不是小雀主 让他进来吧 我认识他 姜思涵 你跟踪我那么久 到底想干什么 你以前 真的不认识我 我之前绝对不认识你 我单纯呢 就是对月下姑娘 太喜欢了 我看了网上 对你的月下姑娘的评价 大部分都是吹捧她的食材 和口感 我想另一屁息敬 问问你 你为什么能做出月下姑娘 背后是不是有什么 幕后故事 真的想知道 月下姑娘确有其人 只不过 我不想告诉有无关的人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还给我 承募评分调查表 你误化我 我 技能评分 三星 性格评分 两星划掉 一星划掉 这零星 你的评分也不太准了 怎么可能不准呢 按照现在市面上的评价 我不应该都是五星吗 表哥有误我们收了啊 江四汗 你要是再带着这种 无聊的目的来搜 搜的大门将不会再为你打开 长沫 我们肯定会再见面的 是 承募是吧 让我查查你的真面目 承郁 你 你 想采访我弟弟 承募 他可是从来都不接受采访的 所以才需要老板您亲自出马 之前不是给你安排过类似的吗 你可都拒绝了 怎么突然想通了 怎么突然想通了 我这不是听说 咱们公司签约了超模李锦阳做自媒体吗 我大手鼓舞 我必须要努力工作 跟上公司前进的步众 你想啊 这个搜呢 现在是网红店的头牌 如果我能采访到的话 不仅可以给搜做做宣传 同时也能给我那个小破账号 做点心呢 我这就帮你安排 你啊 千万要给我争气 你的文字很有力量 要加油 遵命 对了 提醒你的事儿 记得跟他保持距离 不然会受伤的 好 两位看镜头来 三 好 两位看镜头来 二 一 好 特别好 再来一张 保持啊 好 OK 江阳哥 沉默啊沉默 你不要每次都伤害我好不好 你让我一次又一次地 作为一个模特 天天食吃甜品 你这样子让我压得很大的 对了 景阳 那个合约已经给你签订了 保持住身材啊 拜拜 谢谢花姐 好 戏越来越好了 打算往演艺圈发展 我就是省得他天天嘀咕 我不重用身材管理 那你好好加油 争取身材和甜品兼得 那你放心 看我这张脸 差不了 不过话说回来 就凭你这个长相 你要想开多资源 那还不得豪华多多开啊 再者 你要是谈恋爱了 那你姐就放心了 那我岂不是就有机会了 我可没这个心思 这么多年了 你早点死心算了 我姐看不上你 我的魅力 你不懂 也不知道有生之年 能不能看见谈恋爱 新年的王八 万年的龟 活得就什么都看得见 屁股没尊你就走 天平照旧啊 你吃完了之后呢 把反馈给我 那我先走了 等等 记得帮我约你姐 对了 还有 我手机好像没电了 你车里有没有充电线啊 我得实时监控你姐啊 我手机不能没电 自己拿啊 等等我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我说几遍了 生产日期精确到时间 给我码在底下了 就是啊 你怎么不都贴上啊 你快把这个拿到后面去吧 婉杰 不许欺负你宁哥 是宁哥主动帮我的 是不是宁哥 宁哥 我说你就惯着他吧你 不好意思啊 我们休息了 又见面了 陈先生 又一个敢靠近我们老大的 女人猪下来啊 你们说她能坚持多久 三天 我觉得最起码五天 宁哥 你觉得呢 无聊 一个月吧 现在可以采访你了吧 陈先生 这万年的冰山 可不好武化啊 快扯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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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有什么问题 说吧 我先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啊 我叫姜思涵 是玉姐公司的美食博主 会吃的小芋头 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啊 你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做出来月下姑娘这款甜品的呢 保密 没事儿 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 甜品对你来说 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吗 没有 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因为 评分表的事情生气了 我可以给你道歉 跟踪你是我的不对 但是 这个 宣传采访 对你们试来说 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是不是 配合一下 你想啊 那个以我这个 百万UP主的 这个粉丝的影响力 那到时候对你们这个试来说 那是多大的一个好处啊 那你们试之后 没有罪获 就更火 更火 你叫会吃的少什么 小玉头 看啥 不要在乎这些细节嘛 我现在虽然 那只有十多万粉丝 那我以后就是百万博主了呀 以后的百万博主对你的宣传 也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 是不是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好 一个带着玫瑰香气的故事 就在一年前 在我人生中最迷茫的时刻 遇到了一个手拿玫瑰的姑娘 她喝了很多酒 很伤心 带着玫瑰 她想跟她心爱的人告白 她认错人了 对我说了很多勇敢的话 你遇到了什么 你遇到了什么 困难啊 独家揭晓网红甜品月下姑娘的前世今生 搞定 不过 这个故事怎么感觉这么耳熟了呢 玫瑰花 跟我的告白很像呀 不过 别人有多甜 就有多惨 这个还可以 你怎么来了 有你的地方自然少不来我 对了 今天叫我们过来什么事 你确定我叫来的是 你们 行了 说正事 四汗 你那篇文章反响不错 小芋头的账号 也因为这篇文章 涨粉涨到了十五万 连带着瘦 这两天的生意也不错 现在有一家公司 就因为你账号的影响力 找到我们公司想要聊合作 我觉得趁着热度不错 你可以多更新几篇文章 加大一下你账号的影响力 今天叫你们来呢 就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我们后续应该怎么推进 我这边确实收到一些粉丝的私信啊 不过他们都是想 深挖一下这个故事 橙木 你这个故事 还有后续吗 没有 没有 没事 我还有计划B 就是 我可以去这个姑娘 当时告白的那个原地址找一找 然后还原一些细节给粉丝们 小粉不错 橙木 嗯 你必须支持啊 你们谁要是挡我的财路呢 都是知道后果的 所以你这个故事的场景是在哪里啊 青山渔村 青山渔村 不过你去了别后悔 青山渔村我熟啊 我毕竟旅行就是在那呢 明天一大早我就坐最早的巴士冲过去 放心吧 橙子 您好 请我有预订吗 没有 不好意思 现在是旅游旺季 咱们家都预订完了 没有空房了 一间都没了吗 没有了 旺季要提前预订 这是常识 你怎么来了 我姐 让我来的 先生 那咱们登记一下身份证 要不然把我那间房 让给女士吧 您确定吗 那你怎么办 管好自己再管别人 好 好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你晚上打算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随便再找个民宿呗 手机给我 这是我手机号码 微信同步 你又有什么事情的话 随时联系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 好 嗯 嗯 等一下 那个 你故事里的场景具体地址是在哪里啊 我想去看一下 瞬息礁石 梁小说见 我还是在哪里呢 你不是在哪里啊 北京的这地方 没有什么事情 我跟点赞 我跳过去 有点的 沉默 你找到住的地方了吗 都住满了 待不了在车里凑合一晚上 这儿就是故事里的地方吗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在乌竿里面 离我们记忆最近的就是嗅觉 所以有些时候 只要有相同的气味 那些疯存的记忆 也会变得鲜活起来 香吗 好香 班长 都想起来了 所以那位月下姑娘是我